哈嘍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歐的貝今天呢 繼續我們的這個最終幻想模組 那上一集呢 我有說我們那個白金之星 什麼超...什麼啾啾的恐龍啊 啾啾的生物啊 怎麼不見了呢 欸是後來呢 我是有回去看之前的影片去查 他本來是在BOSS這一欄 然後現在因為更新的關係 他把之前的東西全部都拿掉了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還蠻一長串的 結果突然就只剩下這一些 不知道為什麼是會這樣子 我也覺得很奇怪 反正總之作者要這樣子改 我們也就只能跟著作者這樣做了 所以說 今天這個召喚BOSS可能沒有辦法 把白金之星召喚出來了 非常的遺憾 其實我還蠻想要看為什麼 這個模組裡面會有啾啾的東西 雖然我是沒什麼在看啾啾 但是 就是還會還是挺好奇的嘛 就是覺得說 最終幻想模組 怎麼會有救救的東西 不過後來其實也想一想 也也也也不意外你知道嗎 因為上一集我們就召喚出了那個什麼 惡師兄喔 然後有觀眾留言說惡師兄是 在大陸的一個動畫片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反正他就這樣講 那我也就是 聽信他這樣子 大陸那邊有惡師兄的這個動畫片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這可能還要問一下你們這樣子 好不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召喚我們這個 最終幻想模組的BOSS 來看一下這些最終幻想模組的BOSS 有什麼威力 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一次把它全部弄完阿 我是希望今天就一次把它全部弄完 換別的模組來玩好了 好不好 不然的話這個模組好像也差不多了嘛 周圍的恐龍有去逛過了 應該是說 老頭撕下去逛過了也就差不多就那樣子 沒有再多的改變了阿 對阿就大概就那樣吧 好吧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齁 BOSS的部分 這裡 他現在縮短了只剩下什麼 冰凍之樹 雙飛 封天王之魂BOSS 刺客123階 火天王 幻獸 那個是念霧龍是不是 再來幻獸麒麟 我們先來看一下冰凍之樹阿 從第一個開始看齊好了 這個一看就是那個 滅絕裡面的那個 森林泰坦 這個不用看了一定就是了 好不好 我們來把它召喚出來看一下好了 好 馴服了冷凍之樹 果不其然的真的是冰泰坦 沒有 果不其然的真的是森林泰坦 只是呢 他的外表 變成藍色的冰凍的顏色 而且超大一隻 整個顏色外表完全改變了 沒有外表沒有變 顏色卻是這個樣子 他的右鍵是什麼 好 丟 哇 有點強欸 欸 啊為什麼會有那種奇怪的火焰跑出來阿 C鍵 哇 這個有屌到喔 寒風領域 寒風領域 這個有屌到 這個有屌到 AKS鍵是什麼 沒有啊 沒功能 Q鍵 沒功能 空白鍵是防禦阿 擋傷害用的 藍寶石噴射是Q阿 可是按了之後沒反應阿 放一下 藍寶石噴射 欸沒反應 可是說要按住Q 也是沒反應 不過他這個右鍵真的還蠻強的就是阿 有沒有 範圍性的抓取 甚至連抓都沒抓就直接死在半路中了 好吧 我們接下來看後面有什麼 你看 我剛剛直接把雷龍抓起來甩 甩一下整個全死 超強的 超大一隻 好 莫金莫荒 他不會攻擊我們的 來接下來看下一隻 我們來看下一個 雙飛 這個看起來就像是那個 欸欸欸欸 誰阿 喂 嚇我一跳 幹什麼東西 沒打到 什麼你要打擾我呢 小廢物 恩 怎麼會有顆蛋 喔雙極龍的蛋 給他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雙飛阿 他應該是那個 冰凍泰坦的那個 本體喔 欸為什麼不能開了 哇我必須要重開機一下 待會回來 好啦回來了回來了 來 我們接下來繼續靠我們的雙飛 那 欸 怎麼都不見了 唉唷 嚇我一跳 那種模組怎麼都沒起來 怕一下 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按東西耶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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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M模組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點小小的bug 這個是 挺讓我有點頭痛的就是了 好 不過沒關係 很高興了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模組終於顯示出來了 齁 我們多叫幾隻 多叫幾顆子彈好了 欸 補血槍不能用其實蠻麻煩的 終於可以用補血槍了 好的 來吧 我們現在準備 看一下我們的雙飛 他的外貌就像是冰泰坦 那這傢伙呢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說這傢伙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馴服冰霜泰坦的老婆了 哇塞 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 我靠大聲 阿這只不過是換個顏色而已阿 對啊 換個顏色而已阿 能力有不一樣嗎 噴了一個像是 草莓冰淇淋 的那種概念 可是他的聲音的效果居然是 火焰燃燒的聲音 這這也挺奇怪 挺挺奇怪的就是阿 跳一下 欸 開始是什麼 群群群群群群陰落 哪裡阿 哪裡有陰落 看不出來阿 有了有了有了 阿才一顆阿 群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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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 有了 熊群群就一顆 有了兩顆兩顆兩顆 他是慢慢降落 的那一種阿 他並不是立即降落阿 而且降落下來好像有 類似像是 周遭會AOE的概念 又殞落一個下來了 第四顆下來了 這麼多顆掉下來 他這招是比較慢慢的行訓漸進降落的方式 吸劍有什麼功能 吸劍就是噴他的口臭這個樣子 我真的覺得他這些boss 就是頂多拿來就是做個 稍微加一個技能在裡面 然後改變顏色 就這個樣子 冰霜泰坦的老婆 甲級雙飛 這還有分階級是不是 甲級雙飛是吧 我們來召喚那一隻叫做瘋 瘋之什麼王的 來看一下 瘋天王之魂 在哪裡 出現了 What What 秒殺 秒殺 阿不就好加在我開無敵耶 你看這把手都在我身上繞來繞去阿 這瘋天王之魂太扯了 血有多少阿 哇我的冰字迅猛龍被他嚕死了 嘿嘿嘿嘿 哇 太扯了 瘋天王之魂刺客一階可以訓服 訓服出來 被秒殺 哈哈哈哈 瞬間消失 他這個瘋天王之魂是 施救獸的魔術改出來的耶 欸 很奇怪 欸可以Tim的阿 明明就可以Tim 為什麼剛剛不行 召喚一隻 來互相PK一下 有沒有要互相PK的意思阿 欸他不鳥我耶 我可以騎上去 但是不能操作他 他上面寫 乘客 乘客騎乘 What 攻擊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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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阿不就好加在我開無敵 怎樣節奏遊戲喔 為什麼看到這個我突然想到那個 手機遊戲 什麼C開頭的那個 哈哈哈哈節奏音會遊戲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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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阿完全對我們的這個沒有傷害阿 兩隻瘋了在那邊互咬沒事 阿刺客都沒看過耶 看一下刺客啦 可是說應該秒殺吧 這刺客三階 可以騎乘 哇這麼的帥氣阿 過重了 該死的過重 好他們就讓他們慢慢去打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刺客三階喔 還挺帥就是阿 為什麼突然有點像天堂二的角色阿 哈哈哈哈 這個是哪一個的角色阿 你們知道嗎 等一下服裝 有了變快變快了 清 清 我哩清 喔漂亮喔 很可以喔 右鍵是什麼 右鍵是什麼 地崩樹 好像很強的樣子 C劍 有帥到有帥到 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來我們去找前面那隻劍龍 靠一下 欸沒打到 兩萬一 帥喔 999 AKS劍 哇 隱身技能 哇 AKS劍居然是隱身技能 隱身 而且移動速度變超快的 隱身個屁阿 我的 我的 我人都沒隱身 他隱身還是會被看見阿 鳥技能一個 鳥技能 砍一下兩千八 那幾 那些BOSS還在打嗎 大戰八千年打不完 沒看到他們跑去哪裡 我看到還在打 還在打喔 幹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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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攻擊 他們還在玩欸 好就讓他們自己耗得完吧 他們還在互相摳摳 不理他 哇那刺客三階喔 那這有差別嗎 二階跟一階到底在哪裡 我看一下 這個有什麼差 反正都召喚一下看一下 二階 二階 二階為什麼是透明的 沒什麼差別阿 只差一階實不能隱身而已阿 一階勒 樣子都長一樣阿 呵呵呵 差不多欸 沒什麼改變阿 好吧 可能就只是 能力上的上升吧 有沒有 血量不一樣 攻擊力可能也不一樣 這樣子吧 這是我們的刺客 一二三階 再來就是火天王之魂 火天王之魂 啊 居然是熔岩巨石怪 OMG 他必須要裝備鞍才可以騎成 來看一下裝備鞍才可以騎成 給我你的鞍 這個應該要直接從Ark裡面找 咳 巨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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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 巨巨 巨 早死啊 欸欸欸欸 我在哪裡 刺客死掉了 哇 衝過來要尻我啊 啊 我的羽暴龍要死啊 根本打不贏啊 哇靠 好吵 安靜 安靜 呵呵呵 只用個指令讓他們全部安靜了 吵死人了 煩餒 照再召喚一次了 我再召喚出來吵了要死 早知道不要把他弄成BOSS了 來 再一次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鞍 看一下 岩石巨人 沒問題 我們岩石巨人的鞍 這個 左劍 右劍 老樣子丟石頭 C劍會讓地板有紅紅的是什麼 岩漿嗎 X劍 沒功能 哇 他這個沒有 他這隻沒有召喚能力喔 他這隻沒有召喚能力喔 他也不能跳捏 西劍 地上一片紅 這些螞蟻居然沒事 但是 我只要一靠近就是兩萬點傷害 一靠近就是絕對是兩萬點傷害 標準兩萬點傷害 所以說他真正的攻擊就是用移動的方式阿 他靠近直接死 有沒有 毒隻蝎子也死了 冰凍隻蝎也死了 這個什麼也死了 也死了 碰一下就死了 原來是這個樣子阿 原來阿 原來是這樣阿 看一下還有什麼 什麼東西 打我們家的那個阿 幻獸 幻獸物龍 看一下 幻獸物龍 哇靠 一隻 一隻起霧的龍 What 賽拉 完全看不清楚好不好 這叫做幻獸物龍 欸也太霧了吧 哇 只有幼劍的時候 有出現身體 欸 出了啦 出現了出現了 幻獸物龍 幻獸物龍 幻獸是什麼 就只是一個沒有天顏色的模組 這樣子 就叫幻獸物龍 可以 OK 我們終於到最後一隻了 最後一隻是什麼 幻獸麒麟 大概可以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哇 巨馬 很巨巨喔 幻獸巨馬 哇 碰到的會發閃電 碰一下碰一下 碰一下 周圍的樹直接被破壞掉欸 哇 天啊 幻獸 喔 哇靠我的幻獸的弱雷傷害這麼屌喔 他這個姿勢讓我想到魔物獵人世界的麒麟 超級像 超級像 我就 就放下去看一下 跑步速度變快 有欸 有變快欸 變快一下子而已 靠腰靠腰 可是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打不贏那個 什麼 瘋靈之王 火靈之王的 因為那個血量太多攻擊也太高了 這隻血多少啊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百五十萬我覺得應該也對決不了吧 打不贏吧 哇賽這麼酷喔 都看完了都看完了 再放一波 再放一波 死內 好結束 這就是我們的幻獸麒麟 嘿 就是一隻獨角獸把它改成 像麒麟的樣子 某些動作超級像魔物獵人世界的麒麟 有點像阿 好吧這個我們 最終幻想模組的所有BOSS也全部都召喚出來了 不知道你們喜歡哪一隻喔 個人是還蠻喜歡這隻幻獸麒麟的阿 然後還有那個金虎 雖然那隻金虎不是BOSS 但是我覺得外型蠻亮眼的 這隻我還蠻喜歡的 其他的話呢就不予置評 換皮膚的換皮膚 然後 沒什麼特點的沒什麼特點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吧 今天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有機會就在這邊啦 掰掰